金属当中的自由电子能力来看一下什么是热电子发射 那么在这个金属当中呢 我们知道会有很多的自由电子 在经典的这个自由电子能力当中 它的这个金属的自由电子 我们知道它是被束缚在了这个金属的内部 是没有办法从这个金属表面溢出的 要想从金属表面溢出呢 它要克服一定的功 要克服一定的功 那么这个功呢 把它称为突出功或者溢出功 这个溢出功的大小呢 其实对应的呢 就是在空气当中游离的这个电子 和这个金属当中自由电子势能的一个差值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想正常情况下 这个自由电子是被束缚在这个金属表面的 我们要想让它从这个金属当中溢出呢 必须要克服这部分功的差值 就是这部分能量的差值 因为在金属当中呢 它的势能呢是比外面的这个游离的电子势能要低的 我们要克服了这个能量差 自由电子呢才会从这个金属表面溢出 那么这个能量来自于哪里 如果说这个克服这个功所需要的能量是有这个热运动 是有电子的热运动的能量所提供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把这个溢出的现象称为是热电子发射现象 热电子发射现象 那我们通过我们前面所学习的这个碰壁数的概念之后呢 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金属的自由电子呢 它在做一个非常高速的这样的一个热运动 那么它自然呢会碰到这个金属的表面 一旦说呢碰到金属表面的这个自由电子 它所具有的这个动能 如果是大于这个溢出工的话 那么这个电子就能够穿过金属表面 进入到自由的空间了 我们就把这个现象所对应的呢 称为热电子发射 就是热电子发射 具体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对金属当中的自由电子而言呢 它会受到这个金隔的一些作用 跟这个我们考虑它向外溢出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当它跟金属的表面发生碰撞的时候 其实这个时候金隔内部给它的这个力呢 其实是一个吸引力 是指向这个内部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呢 这个金属 自由电子跟这个金属表面发生碰撞的 这个向外的方向为正方向的话 我们要考虑的是 它要想溢出 那么它沿着X正方向的分量VX 应该大于某一个值才可以 我们把这个大于的这个值 临界条件称为可以溢出的最小速率 用VXMIN来表示 那么根据我们刚刚的分析 我们它要想跑出来 最少呢要恰好等于这个金属的溢出功 所以这个溢出的条件呢 就是这个最小的溢出的这个速度 跟W之间呢 要满足这样的一个关系 就是对应这个最小速度所对应的那个动能呢 要至少等于或者大于溢出功 金属的金属当中的这个自由电子呢 才能够从这个金属的内部发射出去 那么这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 能够出现这电子发射的现象 就是它的速率呢 至少它速度分量VX 一定要大于VXMIN才可以 那么这个VXMIN呢 是有金属的溢出功来决定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只要说碰到这个金属表面的这个电子 它所具有的热运动的动能 R分Gmv平方 是大于溢出功的 那么它就能够跑出去 所以呢 根据我们前面所学的这个分子数的概念 我们就知道 我们现在要求的是什么呢 因为碰到金属表面的这个总的数量呢 其实就有点类似那个分子数当中的 一个总的分子数 我们要求的是 这个碰壁数当中的所有的电子中 电子啊 老想说分子啊 这个电子的速率呢 要大于VXMIN它就能够跑出去了 所以如果说我们用这个GE来表示 单位时间单位面积 从金属表面溢出的电子数的话 那么GE呢 就对应于我们所说的热电子发射的强度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 这个热电子发射强度 它跟谁有关系 有哪些量来决定 那根据我们刚刚的讨论呢 假设说金属当中的这个自由电子的数量是小N的话 那么在DT的时间内 能够跟DHA的面积发生碰撞 并且能够溢出的分子数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是VX告证如穷 VXMIN告证如穷 那么我们要想把这个挤出来呢 我们先要看一下说 对于这个碰壁数当中 它的速率出现在VX到VX加底VX范围内的分子数是多少 VYVZ我不管 只要是X方向的速率 是大于VXMIN 它就能够跑出去 所以这里面呢 当我们先考虑这个非常小的空间的时候 因为你要求VXMIN到正无穷的一个总分子数 你必然是要用到积分的 所以我们要求积分的话呢 你首先呢要建立一个微圆 我们现在建立这个微圆呢 就是我们先要求有在X方向上 它的这个速率分布在VX到VX加底VX 而VYVZ呢不做任何限制的情况下 在这样一个小的任意的一个X方向速度 一个小区间内的一个分子是多少 就是DN一片 这个我们要求的这个DN一片 那么这个对应于我们前面所说的 这个电脑怎么还在还在 微圆的模型 我现在要求 我们现在YZ平面的上方 YZ平面的上方 这个斜棱柱的高度呢 就是VX成员底气 然后固定了这个斜棱柱的高度 来求所有的YZ平面上方的斜棱柱的一个 像这个DA运动的 就是满足VX到VX加底VX 这个范围面的所有分子数求和 那么这个在碰壁数当中呢 我们是给出来了 DN一片呢 它是等约NFVX VX底VX成员底A底T的 这个怎么来的 大家还记得吗 这是一个小N乘以谁啊 小N乘以FVX 这是出现在小NFVX底VX 相当于说是 出现在VX到VX加底VX 范围内的一个分子数密度 然后呢 这个分子数密度是乘以那个斜棱柱的体积 二VX底T乘以DA 大家还记得吧 这是我们当时的求法 当然你对所有的斜棱柱求和呢 就是对VX和VZ在整个空间的一个几分的结果 还是规义化的 所以我们得到呢 就是YZ平面上方 这个高度是VX底T的所有斜棱柱当中 能够跟DA发生碰撞的分子数之和 就是我们这里面的一个DN一片 DN一片 有了这个DNVX一片呢 我们就可以来求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热电子发射强度了 就是对于速率大于VXmin的所有的分子数都能够跑出去 所以对应的呢 就是我们这个热电子发射强度 因此我们这个大JE就等于NFVX底VX的一个Vmin到正无成的一个几分 因为这个时候为什么没有DADT呢 因为我们说热电子发射强度的时候呢 就是单位时间单位面积打除掉之后 JE呢就等于NFVXVX底VX的一个几分 几分的下限呢就是克服移出弓所需要的这个最小的速度 VXmin啊 X方向的一个最小的速度 那么只要大于这个速度都可以移出啊 所以是VX到正无穷的一个几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几分 那么这个几分呢 它需要用到FVX的表达式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其实金属当中的自由电子呢 虽然它的运动呢是有点类似于肥散气体的分子 人规则的这个运动 但是呢其实它并不满足MXV的速率分布函数 那因为我们只学了MXV的速率分布函数 接下来呢我们就近似的认为 它满足MXV的分布函数 我们来看一下能得到什么 我们把这个MXV的速度啊 我刚刚总说的是速率啊 我们把MXV的速度分布函数 FVX给它带进来 因为我们其实是考虑的 X方向当中的X正方向 速率大于VXMIN到正无穷的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单方向的速度 考虑了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带的是FVX是MXV的速度分布函数 带进来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积分的数字 要想把这个数字积出来呢 其实你不用前面的那个VP来对它进行转化 我们来看一下就知道了 大家现在的微积分的知识啊 应该已经可以看出来了 这个积分呢 其实你把这个2KT分之MVX的平方 看成一个右的话 那么你后面这边就可以凑从底右 因为VX放到底VX里面的 就是VX平方了 那至于说前面的这个2KT分之M 它是一个阐数啊 你可以把它凑出来 前面再多一个它的倒数就可以了 所以呢我们用右来当右等于这个1MVX平方除以KT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数字变一下 注意当我们转换积分变量的时候 一定要对应的改变什么呀 积分上下限 正无穷我们就不谈了啊 因为VX是正无穷的时候 又也是正无穷 但是当它取这个极小值啊 就是对应于一出公的那个极小的速度来说呢 我们来看这个时候这边是什么 这个是U 所以VX又等于什么呀 这边VX的下限啊 VX的下限就变成了W比上KT啊 因为R分之1MVX的平方是等于W的啊 所以这个极分的下限就变成了W比上KT啊 这正无穷 前面呢为了凑底右啊 这边的常数啊 想要注意跟着变化 变成了E的复右抵右的一个极分 那么这个极分呢大家都会求啊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呢 这个在我们近似的把自由电子的速率分布认为是MaxV速度分布好数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可以求出来这样情况下的一个热电机发射强度 它等于这样的一个表达式啊 我们把常数项去掉的话呢 可以看到呢 它是跟谁有关系 T的二分之一乘以E的负KT分之W 这个呢就是在MaxV速度分布近似的情况下 得到的热电子发射强度 我们把它称为比插序公式 那么有了这个公式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近似的结果呢 它合不合理呢 在统计物理当中呢 我们学了量子统计之后呢 我们会根据这个电子气体的量子分布 来重新的来求一下 这个热电子发射的强度 这个结果呢 是热电子发射强度 第一呢是正比于T的平方 E的负KT分之W 而我们刚刚求出来的是多少呢 G的二分之一次方E的负KT分之W 大家对比这两个数字的时候呢 就会觉得说 那我们的这个近似真的是太不靠谱了 本来是T的平方 我们都把它变成了根号T了 这个差别太大 但是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在这两项当中 到底是这个T的平方向起作用 还是这个指数向的作用比较大 看它俩平向谁比较大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这两个式子 先来看指数向好了 通过我们上一节课的学习 我们大概知道 一般来说呢 金属的溢出功能是起个电子辅测 而我们在第一章学习的过程当中呢 就给大家去 把这个电子辅测的能量和温度呢 进行了一个对应 因为KT也是一个能量单位 当时呢 我们算出来的数值呢 就是一个电子辅测 它相对应的温度是多少呢 7740K 大家还记得这个数值啊 7740K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温度 换句话说呢 我们所说的大部分的金属的 这个溢出功 W呢 相当于是数万K温度下的 一个热运动的能量 那么因此 当这两项做对比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因为W是远远大于KT的 所以在这两个乘机的时候 在这两项都起作用的时候 你会看到呢 这个指数项 指数的因子啊 一上一指算的因子呢 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而前面那个T到底是根号T 还是T的平方 其实它对这个热电子发射的影响 就不是那么大 不是那么大 所以这也是 在这里面 我们为什么能够用这个 maxV的速率分布函数 来粗略的讨论 热电子发射跟什么因素 有关的原因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拿我们刚刚得到的 这个表达式啊 因为另外一个表达式 大家未必会信 因为它不是我们自己推出来的啊 但是将来呢 大家会推出来的 学了量子统计之后呢 就很容易可以得到 刚刚的那个T平方的那个表达式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这个近似当中啊 用maxV的速度分布函数 近似得到这样的一个 热电子发射的表达式 我们可以看到呢 因为W是远远大于KT的 那么在通常的温度啊 比如说在室温的情况下 很少有电子的这个速度 能够大于这个VXML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 一般的温度情况下 我们是看不到这个热电子发射的现象的 因此呢 我们在实际的应用当中啊 比方说我们以前用的一光灯管 而且降管嘛 其实它用的都是 这个热电子发射的现象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去选那个分析的时候呢 一个方面呢 我们会选溢出宫非常小的金属 我们来说乌丝 对吧 另外一个方面呢 我们会对它进行 就是在它产生这个热电子发射的过程呢 我们需要对它进行加温的 加温 让它的这个自由电子的热运动的速度呢 非常的高 然后再加上它这个比较小的溢出宫呢 我们就可以产生这个热电子发射的现象 那么其实要想产生这个热电子发射呢 除了说我们要选这个溢出宫比较小的金属以外呢 另外就是我们要给它一部分能量 这部分能量如果说是 由于温度升高所导致的 这个自由运动的 就是热运动的动能的增加 所引起的现象呢 就把它称为热电子发射 当然其实你不仅仅可以通过这个加热啊 既然其实有很多的新材了 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效应 所以这个你可以通过加热 来让它产生热电子发射 我最后的来加热电子发射 就是一个艺术比较小的 太赢了 对了 最后的景色 最后一阵地发射 最后一阵地发射 从小百分之100 因此 有危陪 全 我们现在也可以通过光照 那在这个物理学当中 我们要称光电效应 我们通过可以通过加热 可以通过光照 还可以通过外加电厂 就是厂制电子发射等等 这些呢 目的呢只有一个 就是跟热电子发射的原理呢 是一样的 因为我在这个运动的这个电子上面呢 我可以给它加一个热能 或者一个光磁的能量 或者一个电厂的能量 反正我最终的总目标呢 就只要我最后的这个总能量 能够超出这个溢出功的话 我们就可以观察到 这个电子发射的现象 那可以是热电子 也可以是厂制电子的发射 还可以是光柱电子的发射 或者各样的情况 这是这个我们学习的这个碰壁术的另外一个应用 就是热电子发射 热电子发射 或者叫电子发射 因为你可以是热 也可以是光 还可以是产 但是因为我们是热血 所以我们的大标题叫热电子发射 我们针对的也是这个热运动的情况来研究的 那么其实呢还有很多这种类似于热电子发射的现象 比如说这个地球啊 就比如说我们的地球周围有这个大气 那么在这个地球的引力场的作用下呢 所以大气呢是环绕在这个地球的周围 那我们有没有想过说 其实呢这个地球周围的大气呢 它为什么没有因为热运动而逃逸呢 因为我们说气体分子的热运动的速率呢 是可以连到正午球分布的 它可能有一些很大的 很大的这个速度在运动的一些气体分子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球大气的躺逸的过程当中 什么样的速率啊 什么样的速度 它能够克服这个地球的引力而跑到太空当中 这是一个力学的问题 对吧 我们让这个引力势能等于我们这个气体分子的一个 灵界的动能的一个状态 我们就可以求出来一个最小的逃逸速度啊 VMIN 是根号下两倍的RG啊 这个在力学当中 我们考虑那个发射航天器的时候呢 经常会用到的一个公式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呢 这个理论上讲啊 理论上讲呢 这个气体分子的速率呢 只要大于我们刚刚求出来的这个VMIN 它就可以克服地球的引力而逃出大气层 但是事实上呢 在我们的这个大气层当中呢 它往外跑的过程呢 因为有很多的分子 我们就可以把碰撞来改变它的运动方向 所以最终它是逃不出去的 这个呢 跟我们去研究它跟容器壁的碰撞呢 其实不太一样 当我们研究气体分子跟容器壁发生碰撞的时候 我们当时没有考虑 由于碰撞而改变运动方向的那些气体分子 那是因为也会有其他的气体分子被碰过来 但是呢 在这个大气逃逸的过程当中 只有比较大的这个速度才能够逃出去 可是在它往外逃的过程当中呢 其他分子一碰撞 它的这个速率的大小的方向都被改变掉了 所以而其他的分子可能又到了它这个运动方向 但是速率未必有它大了 所以经过这样很多次碰撞之后 其实它是跑不出去的 但是呢 在这个最外层的大气 把它把这层大气就已经称为散逸层了 说明这层是可以跑出去的 因为在这个500千米以外的 这个逃逸层的这个大气呢 因为它已经比较稀薄了 所以呢 对于一些速度比较大的气体分子呢 它向外运动的过程当中 因为跟其他分子发生碰撞的概率呢 已经比较小了 所以它是有机会跑出去的 它有机会跑出去的 但是比较少 所以其实对我们地球的大气层的影响是很少 又没有感觉到这个地球大气的逃逸所带来的一些影响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所以我们关系比较密切的这个太阳 其实太阳周围呢 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是有大气层的 只不过呢 它的这个大气层呢 跟地球周围的大气层是不一样的 它的大气层比较特别的 因为我们前面的学习过程当中呢 其实大家知道 对于太阳而言呢 它的这个温度呢是非常高的 非常高的 所以组成太阳的这个大气层呢 基本上呢是以至此为主的 是以至此为主的 那么 那么我们如果说把这个粒子流啊 组成太阳的这个粒子流 看成是太阳的大气的话 那么它也会逃逸 从它这边逃逸出来的粒子流呢 就把它称为太阳风 太阳风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 那这个其实这个粒子流呢 从这个太阳这边逃逸出去 速度是非常高的 特别是在太阳的活动期 这个速度呢 可以达到上千米每秒 非常高啊 这个呢 在我们的这个 自然界当中呢 我们把它称为这个宇宙射线 这个宇宙射线呢 其实对生物呢 是有非常大的危害的 但是好像我们也没有感觉到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太阳风呢 是以至子流为主的 所以它产生的磁场呢 我们前面讲过啊 在这个盖拉克实验当中 是发现了至子的磁聚 对吧 它所产生的这个太阳风 所产生的这个磁场呢 跟地磁场的相互作用呢 就会在这个地球周围 形成一个压缩的地磁层 这个在电磁学当中呢 大家会学到啊 把它称为这个 我们的放耳龙辐射带 这样的一个地磁层呢 就阻挡了这个太阳风 来进到我们的这个 大气层就是已经是把它挡到了地球的外面了啊 所以太阳风呢 就免让我们这个地磁场呢 让我们免受了这个 就是射线的伤害啊 这是太阳大气的一个讨逸 当然月球就没有地球这么幸运了啊 它呢 其实月球上也是有大气的 但是呢 月球的引力呢 跟地球相比的要小很多 所以根据我们刚刚的公式呢 我们都知道了说在月球上 这个大气的讨逸所需要的速度呢 要比地球上要小很多啊 要小很多 所以呢 它就更容易跑出去啊 因为我们看似呢 这个VMIN跟地球的比 所谓的很多好像也没有非常多 但是我们别忘了 在maxV速率分布函数当中 它是一个指数的衰减项啊 指数的衰减项 所以呢 就是一旦说你的这个 这个逃逸速度变小了 那么它的分子是成一个指数的增加的 所以月球的这个大气分子呢 是很容易逃逸的啊 所以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 月球上现在几乎已经变成了真空了 啊 所以我们说它原本是有大气的啊 但是它慢慢的就逃逸掉了 所以在月球上 我们是看不到地球的这个 蓝天白云这样的一个景色吧 因为它现在已经变成了真空了 这个呢就是拿一个 我们拿了这个地球太阳和月亮呢 给大家简单的去 宏观的来了解一下说 这个碰壁数啊 它的一些应用 其实都是一个类似的情况 这个作为了解 好我们这节课呢就讲这么多啊 就是这节课的作业 第五节课的作业 一二三四五六八 就是少了一个七对吧 一二三四五六八 这是我们这节课的作业 好我们就讲到这儿 咱们看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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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